Layman, 高薰哥哥, 給一下面, 幫幫手啊, 做個三檔, 考慮少好少東西, 現在多了些, 2號的家非凡, 6號武林志專, 這些都解釋過很多次, 都不用解釋的, 第3隻, 選了一些小神先, 剛才也專門播放去鬼初過場, 那些對手都硬爺來的, 現在減十幾磅, 起碼班數不用怕, 希望巴道好發揮, 為什麼Layman要解釋這麼久的黃隱複星呢? 其實不是黃志雲我一定選的, 不過我見到黃志雲呢, 若然這隻馬沒斷, 我當你夠放啦, 要不就一放到底給我看啦, 要不就如果沒斷要鬥呢, 真是看一下黃志雲, 怎樣鬥啦, 左搏右搏的呢, 當行炸子雞都是這樣說的, 我寧願搏一隻呢, 上次一顆罩, 又不同跑法, 逐頭蝕快捕捉都行的, 今天再減多13磅, 希望你利用這一個磅的優勢啦, 湯普新啦, 加非凡, 武林志專, 小神仙, 12號的魔法速弟, 兩隻上班都選了, 請支持這問頻道, 選馬有 希望你有去拒絕, 順口開河, 希望各位贏多些, 快點選一些谷草專家, 希望那些呢, 今天有可能會比較被動, 執叉檔的馬呢, 看看這些檔位又恰可, 又是路程專家呢, 可不可以繼續交出水準啦, 相對之下, 檔位都是有利的, 那這隻沉甸跌翼呢, 希望他輕綁啦, 希望偉達啦, 轉了倉未交代, 希望盡量都幫他交代啦, 不知道他怎麼想的嘛, 想就這樣想啦, 那第二隻的, 有財有勢啦, 還有事集的, 其實這隻先走頭我覺得都OK的, 不過我覺得那隻輕綁一點的, 第三隻的, 方� 就是陳家希騎慣騎縮的, 除非你說那一檔就害了他啦, 霍雲昇都騎得碰的, 希望陳家希都繼續交代水準啦, 他都是比較準成的, 那第四隻的呢, 我就選這一隻, 有可能有少少進步的, 希望上次懂得, 上次不用轉來轉去他的腳, 即是突然間我見到, 為什麼突然間沒什麼轉腳呢, 這次呢, 看看這隻顏色大王呢, 是不是真的馬有些進步啦, 是啦, 今晚這文事前來看片講啦, 那11號的坎天鐵翼, 4號的有財有勢, 3號的方堂武士, 以及這隻呢, 轉回來短直路的, 兩場都跑得好的顏色 上次我都說, 我覺得呢, 我對這隻馬沒什麼特別好感的, 但是上次呢, 是有少少開始, 是不是要再留意一下他呀, 這隻顏色大王呢, 請支持這文頻道, 簡碼有理有據, 拒絕順口開河, 十號的花好月盈, 五號的多多配合, 七號的星雲王雀, 以及六號的超勁火力, 請支持這文頻道, 簡碼有理有據, 拒絕順口開河, 啊, 我要飛躍海船啦, 啊, 啊, 霍雲昇, 啊, 第三場, 飛躍海船,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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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海,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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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飛躍海船, 啊, 這次來真的飛躍一封zo, 第四場我先想想 嘩 很多馬施得好 我報了一隻高分數 上次跑到流血的 這隻馬的故事我也說回 這群場都選的 跑到1400那場我就不選了 這一場就加上眼罩回來又不行 然後他死都不除眼罩 換到V罩 跟場快步速跑到流血 好了 今天脫掉了些東西 試一下課集 我不知道他的健康跑不跑得回來 但他試的課集有狗勢 這場馬邊有幾隻馬有狗 事實不錯的 他是其中一隻 希望他跑得回來 終於肯脫掉配備 又加眼罩 亂七感肥 又跟步速 終於跑到流血了 現在才捨得脫掉配備 還要找到潘頓 不找阿貴初 經常浪費在希偉心手上 這隻馬 哇 今天超事 多謝謙米 陳速馬車 做得不錯的 陳速馬車 你看到這隻高分數 白痴這隻 這隻馬流著追 經常都很肯追 不過他經常都扔到希偉心扔到好愛 又跑得一般的 看今天換到潘頓是怎樣 不過他始終上場就跑到流血 希望他跑得回來 我撥得顯的 我也希望他跑得回來 這隻高分數拿位也不是很順暢 去到最後這隻馬很肯走 去到末卷都很肯走的加速上來 你不要說這隻比 這隻不要跟他比 這隻就浪費氣 不要說他 雖然他好像好了很多 播了這隻高分數 我再說一次 這場馬 財進最後末卷有點追小 超級精英都試得OK的 神速馬車試過直路集 第一課沒什麼特別的 第二課試直路集 快時間快步速騎下去有反應 馬友運也是試得好的 不過上次入閘也推出了 另外高分數上次流血跟了快步速 今天除了配備有走勢 很多馬試的 第五場多了 第六場 赤馬洪峰也試得好的 不要理他的檔位 我覺得這一隻馬的檔位 對他來說是不好的 但是他試習是試得好的 要保區是試得好的 駕駛期包都可以的 協奏曲都可以的 第七場多了 第八場 開心勇區 如果不是十二檔 我也想播完這隻給大家看 播完他 十二檔就十二檔 這隻馬其實就 他很遲 轉完那彎有隻馬走走走走 走到林郭峰才騎幾步 那你問 即是怎樣 即是這隻開心勇區 其實如果他想不試的話 林郭峰也不用試給你看 他也不用試了 就由他過終點 為甚麼要林郭峰才要大力 駕駛到那隻馬那裡 他也想知道這隻馬這樣會不會有反應 但是你說他試好了 只有十二檔 他會怎麼考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他試過複雜 他如果不想試一隻馬 他由他順過終點就可以了 不用試 但是他真的去到林郭峰峰也看騎士的動作 但是那個檔位真的不知要怎麼發揮 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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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 按著 按著 預備 按著 按著 預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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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 按住 好了 林郭峰 只是試幾步 一啊 二啊 二啊 三啊 四啊 五啊 六啊 七啊 那就有了 我只可以說 我不管這個檔位 我見到這個騎士 他如果想過終點隨便 他如果想過終點隨便 他那種點便算數 他也要做幾步給他 他當然想試一隻馬友腦 但你說他能否結合到這個檔位 我就不知了 我只說先說 他如果要過終點隨便便可以 隨便他過 為什麽總要押起衣服就是要幾步試一試 是不是 他真的有反應 是不是 但是你說 另外 試集好就ok的 我覺得真的那個十二檔呢 你看一下他怎麼跑 你看一下你們自己怎麼看 這論頻道請支持這論頻道 選馬友你有句他順口開頭 是 在哪里 在哪里 你會不會束 這位旁邊 你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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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